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花鴿之年, 奔波奴奴來到和事佬 調解演場的他, 一心只求一個答案 他那一回事是一個衰女人 猜忌不斷, 寸步不離的背後 是愛夫深切, 還是行監助手 我問他小廚啊, 你不想答我 打個電話, 喂, 你滾街啊 上來上殺, 互不妥協的對峙, 誰才是贏家 我打的, 想你血定啊 一刻下去, 他不得聲啊 那時候半條命, 我一刻不得的打 魚不驚人, 死不休 究竟是什麼秘密, 令大家驚訝連連 要付不得的責任啊 知不知道這件事多嚴重啊 我總是在這裏 究竟是重體通難忘 究竟是什麼苦果, 令夫妻兩個悔恨至今啊 現在天崩地裂那裏, 令夫妻失望 愈迴曲折的經歷, 錯綜複雜關係 這段千瘡百孔的婚姻, 最終又會晴君狂處 要找老大唔得 調解, 馬上開始 今天來到現場的心理專家, 是張塞儀老師 還有一班熱心, 又可以幫到手的街坊 來到現場的是李先生和李太, 歡迎兩位 最近發生了些什麼事, 這麼不開心呢? 為街坊 她又不走 她的公園都逛了, 街坊就來找她 很浪漫啊, 冷一下那個街坊 叫敦符 我的眼睛在那裡, 跟街坊 很浪漫啊 她所以說不是 不是, 我拉著她 街坊在那邊 她問她, 兩個人走一個 兩個人走一個 我也看不到她 她在那裏, 我看到她 她剛剛線都要看著 走到道士 所以你當場撞見, 在街坊 我當場撞見 她總之說, 她說是大鏡 我說是大鏡 我說是, 我說是大鏡 所以不認識我 結果觀眾會 我都可以 順庫得仔 我搶牌 我搶牌小車 我搶牌小車 她搶牌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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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搶牌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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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helicop clip 她時ацию 她 是有些人 會跟韓國平衡 他 flexible 你是不是 なた是無聊 常常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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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不是整天 警示 我都常見了 的是全部 民怯 由蓬叛 從無意撞破 未有關聯繫 丈夫與第三者之間的 頻頻優惠 令到你看深信 兩人有著不同的尋常關係 對此一直沉默不語的李先生 又會作出怎樣的回應呢 沒有那回事 我二十多年了 吃完飯或者早上 還沒推油之前的泡泡 就是一種運動的習慣 二十多年 退油之後就散泡 因為我們令人以為是圍痛 一吃完飯整個島發脹 在大半小時之後 必然要去散泡一步 即是你總會碰到熟人 或者碰到經常碰到人 我散步的時間短 不管下雨可不可以 下雨可不可以 下雨可不可以 那跟你經常碰到那位女士有什麼聯繫呢 意思是她又風雨不改地散步 我散步就是 人類人望 她不成功的 跟著世界 散步 有時候好人多 下雨時沒有什麼人 但有些人也堅持散步 是因為你經常散步 所以碰到那位女士的機會多些 跟著我呢 是經常跟著我 我也知道的 我以前散步呢 是從我全美學院落 是中學 最後呢 我從中學那裡有很多狗 我怕狗 最後呢 切過來 那個賓江公園 賓江公園 賓江公園 又和我們郭柔村很靠近 他發現我 跟著我發現我 說 河耀街 經常散步 我是當地人 我是當地的公園 我認識很多人 人家每天都認識我 我房車是沒有那個膽量 去河耀街 來散步 就是那裡散步 而且旁邊的小區 有同事自在 有兄弟自在 就是我們親兄弟 他拋進江湖 建進步 他講得很順利 對於太太的控訴 李先生一如自否 被扣上筆中頂帽 自己甚至連出軌對象 是誰都一無所知 一切都只是李太先入為主的想法在作稅 對此 在牆下聆聽二九的街坊也指出 不是他的邏輯 有著豬多屁樓 你一路說李先生在那個公園裡 有一個 你所說的是雞 即是那些 性工作者 他經常都在那裡撞他 你怎麼確定那個是一個性工作者 是 是孤雅仔那種小範的解 你是怎樣 你是怎樣 我想知道 你是怎樣知道 我是罪罪 我知 我也知道 我知道 你怎麼知道 中正是在队 他說介紹姑爺仔是老闆 姑爺仔就是那間酒樓的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那個女兒是那間酒樓的老闆手下的人 那她是那間酒樓的工作人員 還是什麼人 她是軍界,我不能队 剛才你說那間酒樓是因為有性工作者 很多出沒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公園的女人也是這間酒樓的 是嗎 就是那間酒樓的酒樓 是姑爺仔手下的 我知道也是這間酒樓的姑爺仔手下的 是 那你怎麼知道她是個雞呢 是群眾分明出來 她要出十幾歲 在外面的女人生小孩 生小孩 生小孩 你說這麼說 要付法律的責任 是群眾分明出來 胡乃的群眾不孝地有 我告訴你 哪個群眾反映 那間酒樓是有性工作者 你憑什麼 相信那個人說的 她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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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要問這件事呢 就是 你反映一個地方 舉報的地方 你要有根據才行 你有沒有沒有證據 不能夠隨便有兩個人說 反映 那你就去 她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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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你自己說的 你都沒有證據 我們做事情呢 舉報一個地方 一個很嚴重的指責 那個地方 是一個性工作者出沒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多嚴重啊 這件事 違法犯罪 要封了那個酒樓 不能夠隨便就說 有幾個群眾說 那裡一定是 我們的政府部門 我們的公安機關 都要說證據 說得清楚 不是你去 投訴那裡的地方 就一定有事的 是吧 沒有實除的 就是沒有 沒有捉姦在床 或者真的有很確鑿的證據 歷史她不... 她不醒得床 她說 你自願的時候 插了兩條管 你還要管 你街上上網 這麼浪漫 我說我那時候 半條命 依然就陪我 說 你是膽 膽總管總流 一陣的四月份 作為手術 插了兩條人 他一直到十二月份 八個月時間 就是插了那兩條管 他還不說我去叫街 李太表示 自己之所以 一直都找不到 丈夫出軌的證據 是因為對方身體抱揚 不可以跟他人 行狗邪之事 明知丈夫有心無力 她一再堅稱對方 黏花野草 智商矛盾的背後 李太介意的 究竟是些什麼事呢 那為什麼 一個身體條件 就是有限制的丈夫 你要那麼堅持不懈 去跟蹤她呢 他所以介意 是來找的 這個世界不能夠 說退她的銀錢 他說那個街為了錢 我想我肯實向大家說 我說剛剛去那個時候 三千八百多元一個月 給1200到1500元的生物費 我想我的目標 我一年一定要償 兩成款兩萬五元 因為我的女兒還要賣樓 我說明 我有三千年 我一定要支持她三十萬 我剛剛完成了 那我要用一些經濟能力去用那個街 我只是想這樣 我只是想這樣 我到日後 發覺她是外界 扔 扔 我扔 她又不扔錢 是幫西洋貿易 我說 我一起扔女兒 買樓 賺到她的三十萬 她賺錢 你賺錢 她賺錢 她賺錢 她三十萬 我反正要賺錢 你賺錢 你賺得不到錢 之後 Gozu 我現在也有個錢 ��면 我1981 進入入 那時候 是三十幾元一 Ess 90年 رب'd 2000年的時候 大概是1200 1200 1500 5000 100元 現在 2000年以後 到我退休的時候差不多四千兩元左右 退休之後大一年退休三千五百多元 那你的支出是怎樣的呢 我的支出以前我歷年都給生活費 譬如說九十年代的時候 給生活費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幾百分錢是遠 女兒的讀書要養兩個兒女 兩個小朋友 那這時候是七八十元一月 那太太有沒有做工的? 沒有 那時候呢 我跟她做工的 我有公子 我不花錢 我自己 你自己有公子 我自己有一個迷陷 他把我給不起 我生幾乎 我相信那時候 談談和事佬 如果你的家庭遇到夫妻矛盾 親屎分題或婆式糾紛 請勃當我們的調解熱線 020-6129-3110 上一集說到 一張數十年的婚姻 她因為李先生的出軌而運 而陰埋滿步 李太認為丈夫熱情別戀 不需要介意 是靈溫的 李先生就堅稱太太主觀異斷 無關回事 爭議頻頻的背後 一次次在後 究竟是機緣巧合 還是意圖不軌 李先生的客製 究竟是命不從心 還是命不一 對於家暴這件事 她又會怎樣回應呢 好了 她還要打她 她說我志願期間 插入兩條管 還要去找她街上浪漫 她現在不願望 不願意涉及到我 那時我絕對不會打巴掌機 她當時是很苦 你說我去找一條街上去公園 人家說 你說怎樣就怎樣 我說 哎呀就怎樣 我說很苦 扯 我屈你行不行 我屈你去滾路行不行 你扯火是因為太太冤枉你 她冤枉我就扯火了 我沒有那一回事 她說我是那一回事 夫妻之間有誤會 都經常發生的 那是否每次一有誤會 太太譬如說 冤枉你就打她 她的行為是不好 不要對罪 我是做老婆 她的行動是對的 嗯 那其實李太 先生是否第一次扯火 動手打你 哎呀 這個意思是說 我怎麼說 差不多一個月到兩個月 都來一次的了 來一次什麼 大鬧一場 鬧什麼 就是說她說我 趕隊 跳街 我不承認 就是世界大戰 一說到 就是我一對罪她 是會回家 我懷疑到 還是要 一趕一下 的世界大戰 你敢出聲嗎 我是不敢出聲 我不想世界大戰 知道啊 搞得了 你收你 你整世前兵 你打人 我極敢世界大戰 嘗嘗吧 是不是這些意思 了 那下 很嚴重 極敢 但又是 不敢 嘗嘗 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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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九個小孩 我懷疑 那些小孩 我懷疑 你 ribbon 我懷疑 她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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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我有全部可以打 有沒有那個人不是我本人 我來我負擔的醫療費 或者是好過這樣的話來誤我 他拋進郎 會見進郎 他講人家是順利的 心有不甘又憤憤不平 李先生揮拳雙向 錦怒錦然而不甘示弱 李太自製武器不足為難職 夫妻兩人短兵相見 對於這樣的行為 陳律師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通常我們所講的家暴 即是家庭暴力 就是在這個家庭關係裏面 我們解決一些問題 不是通過大家去溝通 去協商 而是使用一些肢體上的動作 去傷害對方 我們就叫做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對不對 這個不用說 其實可以說成千上萬次 第一法律不允許 不允許有家暴這個行為 第二 事實上我們人與人之間溝通 你說要通過動手 去解決問題 其實是無法解決問題 反而會激化這個問題的矛盾 第三個也要說的是 家暴如果一時衝動 往往控制不到自己 可能會產生一些比較嚴重的後果 要麼 要麼就會將對方打傷 造成對方的傷害 更嚴重一點的 就不單止將對方打傷自己 也都可以承擔法律責任 所以我們認為 家暴第一是違法的 第二 如果嚴重的就是犯罪 如果兩夫妻有什麼問題都好 好好地談 是吧 千萬不要動手 因為動手 始終就是對的 是 陳律師的一番講解 令到兩位當時人認識到 像不滿素朱暴力 問題只會有增無減 但是李先生也表示 亦都做出一個妥協 只不過結果就令人恥了未及 老實說 我跟兩位都是這樣說 老爸現在朋友又沒有 同事又沒有 尖養又沒有 尖養約來喝茶 我也要請他去 嗯 同事有時候吃飯 他打電話來 我說不去 不行 他問他怎麼搞啊 怎麼不去啊 他說 我打電話 不好意思 太太會當場發脾氣的嗎 即是如果他跟你一起出去 當然是有啦 他會怎樣發脾氣 有 一同事問我 怎麼搞啊 唉 少了 不要 不好意思 我剛才說 同事又沒有 尖養 情又沒有 宋之戀 兄弟情又沒有 兄弟叫我去哪裡 我說不會 不好意思 親生兄弟 不是親生兄弟 即是朋友的兄弟 本村 嗯 本村的兄弟 本村的兄弟說 去哪裡喝酒了 唉 不會 不好意思 嗯 即是怕太太不會 就是 一至六個小時又找不到人 麻煩了 打電話 喂 你滾街啊 這個人多言 你什麼人天天的 那些拳都沒有辦法聽 唉 就是這樣啦 自己是 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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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又好 勸又好 軟硬劍士的李先生 始終都得不到太太的信任 紅藏共 准數十年 卻在准邊人的提防 和監視當中 往往問我中任 我們不甘疑惑 究竟是什麼 導致兩人的信任 活崩塌成禁呢 拿到我肥蝕 所以我不甘疑 說幾何幾何 什麼什麼 坦然自己有愧於太太 夫妻雙方的糾結 難道要追溯到 更為九軟的過去 而那個 又會有一段碟樣的故事 以至於李太至今 都仍然心有原諱了 好走開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為你講述 上一節我們講到 對待出軌的問題上 無論李先生怎樣解釋 李太始終都不斷所動 他拋進了不斷進 他說的 你只是信 老修成老的李先生 選擇了用暴力 來宣洩自己內心的不滿 衝動如魔鬼 徒一時之快 李先生的拳頭 沒有能夠打消妻子的疑慮 卻擊碎了彼此之間的信任 那個時候去錢 嗯 究竟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以至於李先生要發出這樣的感嘆呢 25年前 94年 我是七個歸來 我是承認那一點 啊 你 阿姨呀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當時 呃 就是你聽到 或者你發現 自己的身體有這麼大的變化 知道 哦 是臨病 原來先生 在外面做過這樣的事 那你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在對丈夫的最後一次信任 事出必有因 李先生挺而走險的背後 是什麼促使他 踏出了越雷池的第一步啊 那個年代呢 就是94年的時候呢 嗯 很流行的 阿卡路 記得是送拿啊 嗯 唱歌啊 嗯 嗯 他呢 他呢 只好流行 吃法 唱歌 嗯 他也會送拿 那流行 那就是 是不是主動的呢 就是是不是你自己主動去做呢 不是主動的 就是一群 啊 朋友吃完飯了 啊 啊 去 去 去送拿 那個國家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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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啦 官藝人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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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不會去包兒拉啊 不會 絕對 為什麼 那你沒有那個經濟能力 啊 就是有經濟能力你會去包的 也不會 也 絕對不會 我就是這樣說 就是各人的看法不同 嗯 啊 我認為我那件衣服 裝 適合了 脫掉它 扔掉它 嗯 就是這樣 嗯 就是一次性的可以 嗯 但是長期的不行 不行 嗯 那 你雖然是 都 感受吧 沒有說 就是長期是一次性 但是 發覺一次性原來 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是 你想想這25年 你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你太太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我知道 她 就是她 她 抑鬱那件事 嗯 我知道 哦 因為你 而引起 引起 太太真的抑鬱了 是 嗯 但是 我現在 沒有那回事了 她又抑鬱了我 嗯 自己太太一提起那件事 嗯 說自己是 那十幾年來 去關尿街 嗯 但是自己沒有做到 但是以前是做錯了 嗯 但是她 始終堅持說是 嗯 我沒有辦法 也就是說你失去了一個 最親近的人的信任 是 是 直接是 那 那十幾分鐘 一個小時的快樂 換來了是 二十幾年的通夫 對於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 李先生不論其詞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懊悔 但是木耳成舟覆水也都難收 二十年以來 活在出軌事件的陰霾之下 難以自拔 伸陷寧雨的李太 又應該怎樣重拾家人的信心呢 先生 在這麼多年過來 有沒有犯過這個錯誤呢 發過 有犯過 沒錯 是不是已經糾正了過來 是不是已經改過了 他就很久 改了很久 在我們所有的街坊 的看法當中 在我們所有人的世界當中 你已經改了過來了 除了一個人 在一個人的世界裏面 你並沒有改過你 而這個人 在你身邊 很重要的一個人 在他的世界 他的認知當中 你還沒改過來了 所以其實 有一句話我相送給你的 解靈還需是靈人 心命還需心若意 先生 希望你 明白到 這個關鍵點 其實 可能你 需要去 解回這個結 關鍵點是你自己 太太 其實 如果你說要關鍵著先生 你怎樣可以關鍵著他呢 你覺得這樣才可以信任他的 一舉一動 但如果你說你不關鍵著他 又要去追蹤他 那這個是不是跟以前過去 二十幾年 十幾年的 情況 亦都是一樣呢 那對自己來講 這個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呢 可能你會一直叫做 這個偵探 一路追蹤 追蹤一個可能沒有結果的一個事情 但你又不可以關鍵著他 那所以我希望 真是好好想一下 你要選擇自己的生活是怎樣的 好多年前你先生說他做錯了一件事 那你來和時佬做什麼呢 你關鍵著一路都在家 一路抓你先生 但是你既然打電話上來 想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要聽我們所有人的意見 因為第一 我不認識你 我又不認識你先生 我沒有理由去爭他 我沒有理由 心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我沒有可能的 我坐在這裡 我必須要說一個 我自己覺得對的事實 告訴你 不是我做和時佬做什麼呢 不是你來和時佬做什麼呢 從我這個角度 我可以告訴你 你多心了 加上你先生 現在是這樣的身體狀態 如果你經常這樣去 去懷疑他 你經常這樣去追他 經常這樣跟蹤他 你說他的身體怎麼好 他永遠不安樂 因為他覺得你永遠不相信他 你說他能不能夠睡得好 能不能夠吃得好 老婆始終不相信他 始終在外面跟蹤他 老婆始終在外面養雞 你說他睡不好 吃不好 他身體怎麼好 但你們現在是夫妻 你也想他身體好 你也想你自己幸福 所以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搞到他身上 你再這樣去追他 你再這樣去懷疑他 你只是想逼死他 我現在告訴你 我很負責任地告訴你 我摸著良心告訴你 我不覺得你先生 現在外面真的養著雞 除了我剛剛說的事實 還有現在社會是很嚴格的 去捉這些東西是很嚴格的 如果18年搞到人人都知道 你老公養著一隻雞的話 社會都會管 社會會管 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不會放過他 周圍所有的人 如果你老公真的被人捉到的話 周圍的人也不會放過他 所以我現在請你你放過他 上一節我們說到 因為壓抑不到內心的一時衝動 令先生一步答錯 偷偷感過 而令到他意想不到的是 同一時之快 換回來的Clock 是數十年的折磨 對此 李太一直耿耿於懷 而在街坊的旁敲擊之下 李太亦都表明了 自己不會離心的決心 偷偷不好的禮粉 對此 他又會作出怎樣的回應 為什麼不和他離婚呢 不禮 不禮 為什麼呢 你愛他 王大金督敲啊 沒有禮粉 王大金督敲不禮粉 那也就是說 你承認你們兩個已經融為一體 分不開彼此了 不禮粉 是不是 如果是分不開彼此 也就是說 其實你老公已經是一半的你了 你的一半裡面有你老公 你老公的一半又有你 他就消失了 就放了冷去冷去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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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他就說 剛剛說 唉呀 我這裏的是 說 有監獄的 他就說一講 他就算是無私 我自己經歷過 他就做了 他就操控了 他就擔管後 他們一個星期 控一次才控兩次 他就這樣 我把他做了 我做了 她是 确实哄哄 过一年同一次 过一年同一次 我常常吓了她的机会 就是我教她的机会 我希望的好 我不是希望的好 她的背炎也哄不到 她的担观也哄不到 她担观一个星期哄两次 哄甚至一次两次 她是过一年又哄一次 我吓她的机会哄哄哄哄 所以她 又不用放她 我说我女儿话的行动就可以了 她是很坏的 她的胃炎不好得到 她是好啊她的胃炎 我担管她的胃炎 她担管发炎 我担管她的胃炎 她担管发炎 她身体不好你心不心痛吗? 我心痛啊 我会险 都 都可以散开我 心里切回你 我都知道掛轮力 但别担心 不需要不放积 我 这猙猴可以担下来 把眼睛 edge 紫门上了 同时就砍一拙 一触颈性 我的水 全是真的 专门那... 但是 能夠高低 要慢慢 很多時間還要重新 放下一次 放下曾經的過往 李太對丈夫的愛卻流於言表 這樣的意外收穫 可不可以成為心理專家張老師 為李太打開心極的契機 你基本上是生活在自己的猜牆當中 只要你認為他是 你先生有問題他就一定是 這一點可能你要冷靜一點想一下 到底是不是這樣 其實放在另外一個角度 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你是不是很想這樣 但是如果一件事沒有解決的話 你永遠都不可能有這麼好的日子 每天兩個人去 每天跟蹤他 你想過什麼生活呢 你自己想想 我覺得阿叔到了這個年來 有可能會去做這些事情嗎 第一 第二 這個世界不是說 你覺得他是怎樣 他就是怎樣的 你不可以說我帶著那個黑眼鏡 我就說這個世界是黑暗的 你應該是可以聽其他人的意見 我們這麼多人的意見 都是覺得阿叔 是 他曾經是有過錯 但是不代表他永遠都是錯的 這一點我希望你可以 真的冷靜一點想 我想問一下你 你接下來 你想怎樣過日子 你覺得是怎樣的日子 才是你最舒服的 你可以跟阿叔商量 你想怎樣過 你可以提個方案 你看看阿叔 可以不可以 只有你們兩個可以 打成語 我應對 你明白嗎 你是很相信我們和時佬的 我也是相信你 我要在和時佬 對 我會顯得 我已經沒有空 我會想 走走 在和時佬 對 你很相信和時佬 所以你今天 想來我們和時佬 我也希望你相信我們 我相信 因為我告訴你 我們大家告訴你 你先生現在真的沒有那些事了 舉手 我們可以舉手給你聽 我們告訴你 你先生現在真的行為 是很正的 你說他要行為正的 是啦 那你又不相信 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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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告訴你 你信不信 信 那還有什麼要求呢 就是 不要學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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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自己喜歡那樣就是那樣 不正的 帶上來怒我 他是變好的 那就要相信 阿叔做不做 不行 我不會罵 不罵 你一定要原諒我 我絕對不會說 走那些傻事 我意思是 你是新任 我 我絕對不會去的 但我以後 我又對你不會說 大聲來罵你 來發你火 甚至打你 我絕對不會的 我要強一點大家 好開心 就算了 我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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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長者是一年 短者是三年 我想請阿叔 阿姨出來 好嗎 父愛情,攜手李太,共渡如生